所以我覺得侯友宜現在遇到的最大的困境 其實是來自於這幾年來 藍營設定了一個最大戰略目標 叫下架民進黨 所以凡是只要能夠下架民進黨 對於藍營而言 誰來都可以 只要下架民進黨 搞不好還可以跟共產黨暫時站在一起 也沒有關係 那如果這個邏輯成立 而且對於藍營的選民來說 這個邏輯成立的時候 那麼要下架民進黨 柯文哲也可以 就會變成說現在為什麼侯友宜民調會到老三 因為藍營有太多的下架民進黨粉 跑到柯文哲那邊去 你要看到說侯友宜最大的困境在於說 他沒辦法說服藍營選民說 為什麼是非侯不可 為什麼不是柯文哲 過去侯友宜是第一名民調的時候 這些西瓜派是靠到侯友宜這邊 他覺得他自己很安全 可是他崩盤的速度 快過任何人想像 甚至我覺得侯友宜一定沒想到 提名一個月的崩盤 那未來你就會看到說 柯文哲實質上變成藍營的共主 我覺得今天就當作是我免費幫侯友宜分析一下 他的問題出現在哪 其實現在侯友宜 他最大的問題是 他看不出來跟柯文哲的區別性 所以對於藍營選民來說 好像也沒有非投給你侯友宜不可的理由 好像柯侯兩個人 誰民調高誰就可以 這就是羅志強的論調 那以這個剛剛這個大學學雜費補助 這件事情來講好了 侯友宜他說為了選舉大傻逼 如果你把那個名字遮起來的話 搞不好大家以為是柯文哲講的 也就是侯友宜對於這個政策的反應 他沒有提出他有別於其他人的創建 洞見或者是有別於其他人更厲害的看法 他其實是跟著柯文哲的腳步在走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現在遇到的最大的困境 其實是來自於這幾年來 藍營設定了一個最大戰略目標 叫下架民進黨 所以凡是只要能夠下架民進黨 對於藍營而言 誰來都可以 只要下架民進黨 搞不好還可以跟共產黨暫時站在一起 也沒有關係 那如果這個邏輯成立 而且對藍營的選民來說 這個邏輯成立的時候 那麼要下架民進黨柯文哲也可以 就會變成說現在為什麼侯友宜民調會到老三 因為藍營有太多的下架民進黨粉 跑到柯文哲那邊去 就這麼簡單 所以現在陳玉珍 剛剛前面在討論什麼 房磚條款 十五趴 對 與其陳玉珍什麼房磚條款 還不如趕快制定房桃條款 比較實際 不然你小雞都要逃跑 就是說對於這些藍營的小雞來說 反正只要他自己能夠當選 不管總統是侯友宜 還是柯文哲 這些藍營小雞不在乎 所以才會陸陸續續出現說 反正侯友宜跟柯文哲 就支持比較強的那一個 這樣之類的說法 像是這個羅志強 他率先開了這第一槍之後 雖然他後來道歉 然後他的這個 他的聯盟二十四小時就解散掉 但是你看他有沒有得到收穫 有 因為今天有一條新聞跑出來 說這個民眾黨在臺北市 他會避開生燃選區提名 所以大安區民眾黨不提名 但很好笑的是同一篇報導裡面他說 可是文山區會提名 我想說文山不是才是更深藍的地方嗎 講來講去 其實民眾黨就是要讓給羅志強 這個意思 就是因為你已經有宣誓效忠了 我就讓給你了 那所以你覺得其他人看到了 會不會紛紛仿效 會啊 已經看到有幾個藍營小雞跟上 好 那現在如果說現在侯友宜 他是一個母雞 他帶隊本來以為後面 有這些戰鬥小雞 很安心 結果才剛出發之後 變成母雞一個人走 戰鬥小雞紛紛離隊 跑到另外一隻母雞那邊去的時候 請問他的民調 要怎麼可能上升 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現在所有的裡面 你要看到侯友宜最大的困境在於說 他沒辦法說服藍營選民說 為什麼是非侯不可 為什麼不是柯文哲 過去侯友宜是第一名民調的時候 這些西瓜派是靠到侯友宜這邊 他覺得他自己很安全 可是他崩盤的速度 快過任何人想像 甚至我覺得侯友宜一定沒想到 提名一個月的崩盤 對 那柯文哲 他現在是藍營裡面 西瓜派的這個得力者 那所以未來 我覺得持續可以去觀察說 朱立倫到底有沒有要幫侯友宜處理 小雞紛紛逃走這一塊 如果朱立倫沒有要處理 或朱立倫處理不來 那未來你就會看到說 柯文哲實質上變成藍營的共主 因為我長期監督科 所以我也算是科學家 對 今天是為大家分析一下 柯文哲他這個人 怎麼面對外界對他的檢驗 他其實有一個戰術 我把他稱叫包牌 也可以說叫薛丁閣的柯文哲 這意思就是說 柯文哲他非常擅長放風向出來 像我們過去在臺北市 那有時候你會看到報紙 有一條獨家或是什麼 他說市府高層表示 未來要推動什麼什麼政策 那就有很多認真的議員會去研究 需要了一大堆資料 然後研究完之後 批評說這個政策不應該推動 接著柯文哲就會說什麼 就是說我又沒說要推動 那是假新聞 你們幹嘛做假新聞打壓我 他的一貫的路線自己放話 然後風向不對之後自己改口 然後又說是別人放的假消息 他這樣子玩 很多人會覺得說不對啊 怎麼只有他走了 同他其他人都不能這樣子 因為其實臺灣的民眾非常單純 非常善良 而且臺灣的民眾非常後代 非常寵愛柯文哲 因為從他出道的時候2014年 我想易善一定比我更瞭解 當時柯文哲就把他自己做了一個角色設定 叫做口眉遮攔 然後所以他就可以養成說 不斷的講話 今天講東明天講西 然後這個後天再講另外一套 但沒關係 他只要說是 拍謝之前講的不精準 我再改 然後又被罵說 我不精準 我再改再改再改 那他就是一路 從2014年一直到現在 他就是用這種人物設定 這種角色設定 變成了讓臺灣民眾已經習慣了 習慣他亂講話 你知道現在包括說 這個他在前幾天 其實前一陣子 他成為總統候選人之後 他才在一個青年的座談裡面 他口眉遮攔到一個程度 就是他說他如果當總統 第一件事情成立網軍 以後每年10月1號 一下要癱瘓中國全國高鐵 又要癱瘓中國全國的ATM 這個話如果是蔡英文 如果是賴清德 甚至如果是侯友宜講出來 早就全國炸鍋 甚至國際都來關切說 你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奇怪的發言 而且你要去想 未來現在當中的候選人是這樣 未來成為總統 如果還這樣 是不是讓臺灣兵凶占尾 可是柯文哲講 這好像沒有引起什麼討論 包括那個中國國台辦 對他也超溫柔的 因為包括他的支持者 以及臺灣社會在內 對於他的胡言亂語 已經曾習慣 甚至你對他有很多的包容性 覺得說沒關係 他嘴巴說說而已 所以回到剛剛我們講的 這個福茂的議題 或是台大醫訓這個議題 我相信台大醫訓不會造假 我相信台大醫訓 絕對不會亂寫東西 陷害柯文哲 總不會吧 所以那肯定是 他自己講過的話 但是沒關係 因為過了這麼多年 現在柯文哲說 不要過度隱身 你們都聯想太多 這樣子就可以蒙混過關過去 然後也包括這個福茂的議題 現在為什麼我說 他是薛丁格的柯文哲 意思就是說 任何事情 就算是他嘴巴講出來的 他都可以修正修正再修正 更何況是他沒講過的 只要看風向不對 他絕對否認 之前是一條新聞的獨家 說這個柯文哲的總統 國政白皮書裡面 有要重啟福茂這件事情 當時沒有太多人注意 後來被質疑之後 先第一波柯文哲會讓他的發言人出來 他會讓他的發言人出來講話說 這個重啟福茂 那只是這個討論而已 他先說他是反黑箱 不是反福茂 然後找出他的影片說 這個柯文哲以前是反黑箱 沒有反福茂等等的這些 要來圓他的這個立場 可是你看他圓這個立場之後發現 其實風向還是不對 因為有太多三十到三十九歲的 這一層的年輕人 過去真的經歷過三一八太陽花的 知道他講這個就是在打馬虎眼 就是在打馬虎掌不能接受 所以今天最新出來就是 他在派另外一個人 這個民眾黨立委跳出來說 那假新聞根本沒有這件事 立刻撇清 這就是他的戰術 其實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長期觀察他 你就會發現他這個戰術 他從來不會跟你講定一個他的立場 他很會解釋問題 但是他從來不會告訴你說 他要如何的解決問題 他批評的非常多 有時候批評的很精準 現狀下有很多的亂象 可是他不會踩定一個立場告訴你說 如果給他當總統 他一定怎麼做 他一定保持一個模糊性 給他最高的彈性 所以他可以這邊的票也要 支持福茂的票現在也要 因為有人說柯文哲要重啟福茂 所以當然很喜歡 但是反服茂的票他也要 所以他告訴你說這是假新聞 沒有這件事情 那我就問這件這樣子的政治風格 真的適合來做我們台灣國家領導人嗎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去慎重思考的一件事情 未來如果柯他真的選上總統 他可以這樣子一日數變 或者是數日數變 這樣子下去的話 我們國家的方向必須要怎麼去走 他過去選台北市長 從素人一直到當市長 用這樣子的方式吸引了相當多的青年朋友的注意 那尤其是他現在又非常擅長各種不同世代之間 他會傳遞不同訊息 像這個福茂 那如果說年輕人怎麼沒有炸鍋 我跟他報告 因為現在20到29歲的這一群 最支持柯文哲 柯文哲支持度超過五成的這一群 根本沒有經歷過太陽花 那時候他們才十歲左右 十歲啊 或者是十八歲以內 十幾歲年 國中生 高中生 甚至有些小學生 他哪知道當初的脈絡是什麼 所以今天柯文哲跳出來講說 我是反黑箱 我當初我沒有反服貌 他們會相信 但是我們這種經歷過 我就知道說柯文哲 你明明就是2014年318運動 政治上最大獲益者 如果沒有那場運動的話 你不可能從一個素人變首都市長 不可能 如果沒有那場運動的話 你不要說你會輸給連勝文 你連出來參選的資格都沒有 當初你乘著這場運動的讓頭上去了 所以你必須要對得起 當初把你拱上市長大會這群支持者 未來在你的政治生涯當中 遇到福茂這一題 你的標準答案應該是非常清楚 明確的NO 應該是這樣子做 我苗柏亞也是在那場運動當中 被社會大眾所認識 我今天從政一路走來到今天 如果有人問我說 跟中國簽伏話好不好 我一定清楚明白 告訴你說NO 不會跟你艾艾妹妹說什麼 這個我們再討論看看 你民進黨怎麼沒有阻止 我做這件事情 奇怪了 還需要民進黨立一個法 來規定你不准 不准做這件事 那如果今天民進黨 沒有立一個反統一法 那將來你柯文哲上台 是不是也可以說 我要去跟中國談同一